我看這個設定喔 經過某種檢斷方式 醫學經驗可以知道 有癌症人經過檢驗 檢驗出有癌症的可能性是幾0.90 沒有癌症人去檢驗 去檢驗出有癌症機率是幾0.05 假設某一群人當中有6%人患有癌症 那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一群人當中任選一人做檢驗 問你檢驗出有癌症機率是多少 像這種題目 老師在強調把它稱為檢驗題 這裡要檢驗什麼 有沒有癌症 所以碰到檢驗題的題目麻煩你 你先把所有可能性列出來 所以說在你還沒檢驗之前要先分析 他可能有癌症 他真正有癌症 第一種狀況 他可能有癌症去檢驗 行不行 他可能有癌症去檢驗 對吧 他可能真的有癌症 或是他怎樣 沒癌症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個人正常來講 他有兩種狀況 有癌症或是沒癌症 好問題來 他一旦檢驗下去之後 一定是有癌症的難道檢驗下去就一定會有癌症嗎 不一定 所以有癌症的他可能檢查出來有癌症 對吧 他也可能檢查出來沒癌症 這樣行不行 那同理 沒癌症去檢查 他可能檢查出來有癌症 他也可能檢查出來沒癌症 所以說我知道他可能有癌症 或是沒癌症 有癌症去檢查 可能檢查有癌症 或是沒癌症 沒癌症檢查 他同樣子也可能檢查出有癌症 也可能檢查出沒癌症 這樣行不行 好按照題目意思 他說你看一下根據經驗知道 有癌症去檢查 檢查有癌症去的事情 0.90 那可見有癌症 警察區有癌症是0.9 可見有癌症 警察處沒癌症事情 0.1 就出來了 那沒有癌症去檢查 檢查處有癌症事情 0.05 可見沒癌症警察處 沒癌症事情 0.95 這樣行不行 那假設有一群人當中 有癌症佔6 這樣行不行 可見沒癌症佔7 94 這樣行不行 那第一小題 那今天去檢驗出來 問你 檢驗出這個人 有癌症之機率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問你檢查出來 這個人有癌症之機率 什麼叫有癌症 所以第一種狀態 他可能有癌症 被你檢查出有癌症 或是他沒有癌症 卻被你說他快要死了 對吧 所以說檢查處有癌症有這種狀況 他可能有癌症 檢查處有癌症 或者他沒癌症去檢查處有癌症 來告訴他有癌症佔期 佔6% 這6%當中有癌症佔期 0.97 10% 或是他沒癌症佔期 占94% 在這沒癌症當中 檢查就有癌症佔期 百分之幾 5 這樣行不行 他可能有癌症 去檢查處有癌症 或是他沒癌症去檢查處怎樣 有癌症 這樣行不行 之後麻煩你 把這兩個把檢查加起來 這樣行不行 這加起來自己千分是多少 54% 這樣行不行 這咧 把它乘開 萬分是多少 54 20 95 45 470 約分約掉 變千分之幾 47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加重起來 有癌症佔期 占千分是多少 101 這樣行不行 好 第二小題 算出來 老師可以知道 在這千分是101 有癌症當中 第二小題要什麼 那問你 在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難道他一定有癌症嗎 不一定 所以說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他可能是有癌症 檢查處有癌症 或者是他沒癌症去檢查處有癌症嘛 所以說在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有癌症佔期 占千分之101 所以檢查有癌症佔期 占千分之101當中 在這全部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老師想請問一下 他真正有癌症就佔多少 就佔千分之54 對不對 所以說全部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他真正有癌症就佔多少 千分之54 10001000約掉 算出來是101分之幾 54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平均101個檢查處有癌症當中 真正有癌症只有多少 54個 可不可以 把這邊看一下 OK